七星楼真正的内奸浮出水面 他正是秦百川的左膀右臂楚江南 楚江南得到七星楼的核心精力后 利用女人放松秦百川的警惕 使出无药可解的夺破独针暗算秦百川 眼见秦百川今日必死无疑 一向城府极深的楚江南 也不禁炫耀起了他的算计 承认是他诬陷了乔春府 还利用林邦洗脱自己的嫌疑 楚江南闻言大笑了起来 表示秦百川中了他的夺破 根本无药可解必死无疑 秦百川面露不屑之色 给楚江南遛上了一刻 只见秦百川扔出被子触发机关 带着小莲进入床下的密道 一路滑行来到了一处地洞 地洞里有着一个瞎眼老人 老人在这里守候了18年 乃是秦百川准备的后手 老主 你终于出现了 这是我最不愿意的 老主 请 正所谓狡兔还有三窟 秦百川作为江南霸主 早就预想到了最恶劣的情况 他和小莲坐上了老人的小船 一路晃晃悠悠离开了七星楼 而生性多疑的楚江南 担心贸然追击会被秦百川暗算 因此失去了唯一杀死秦百川的机会 老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路 来到了一户人家的后院 他们也是秦百川留下的后手 男人叫做孟霸天 他和瞎眼老人一样 都曾受过秦百川的恩惠 便已成为秦百川的后手 一旦秦百川遭遇危险 他便会履行自己的使命 在孟霸天的带领下 秦百川和小莲来到一口水井旁 水井之下别有洞天 里面储存了大量的食物 足够秦百川和小莲生活好几个月 秦百川将会一直待在此处 直到逼出所中的夺破毒针 或者和小莲一起死在井下 在看孟霸天为了隐藏秦百川的行踪 让瞎眼老人驾车去往二十里外的茶聊 那里有个叫做红尼的马夫 会带着瞎眼老人前往关外 这样即便楚江南追了上来 也会被马车留下的痕迹误导 认为秦百川逃出了关外 然而出乎瞎眼老人预料的是 马夫红尼并不安分 他询问瞎眼老人身上的钱财 还诱惑瞎眼老人去青楼找女人 瞎眼老人表面上不动声色 心底里重新改变了计划 他和红尼将马车驾到了江边 又让红尼把马车推进了湖里 等红尼推完马车 瞎眼老人出手杀死了马匹 吩咐红尼将马匹埋了起来 红尼好奇瞎眼老人为何要这样做 瞎眼老人解释都是楼主的吩咐 那你还答应过他什么事啊 只要发现你有一点不忠心 就杀了你 家言老人将红尼毁尸灭继后 又使用匕首了结了自己 只有死人才不会说出秦百川的下落 而孟八天同样是一个狠人 他在饭菜中下了剧毒 毒死了心爱的老婆和孩子 他自己也同样中毒身亡 至此 所有知道秦百川下落的人皆已死亡 楚江南即便追了上来 也不可能再威胁到秦百川 画面来到七星楼 楚江南拿出了秦百川的令牌 要这些对七星楼忠心耿耿的死士 前往黄龙镇潜伏等候指令 一行人刚刚来到一片树林 便遭到了埋伏死伤惨重 而埋伏这些死士的不是别人 正是九色旗的万黑旗 万黑旗武功高强无人可挡 很快杀死了大部分的死士 唯有死士头领见识不妙 想要逃走却遇见了楚江南 楚江南一箭杀死了死士头领 他和万黑旗合作设下陷阱 念杀了秦百川手下的所有精英死士 没人会想得到我们是朋友 端木齐也想不到 在这场仗没开始 胜负就已经定了 赢的既不是端木齐 也不是秦百川 就我和你